您看过什么样的展览 您看过文化类吗 看过音乐类吗 看过艺术类吗 看过科普类吗 看过古文明类吗 看过动漫类吗 或摄影类吗 今天想象台湾通通都有 我们都知道说展览呢 包括它可以呈现出 这个国家人民的素质 而这个展览也会带动 整个经济的成长 不同面向有很多特别的故事 今天两位来宾我们邀请到的是 您常去看展的时候 一定都有看过 十亿多媒体这样一个名字 的确 这个公司在台湾已经24年了 什么展都办过 不过您也知道 现在台湾竞争压力是越来越大 最新的展览走到什么方面 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呢 两位来宾来跟大家说分明 第一我们欢迎到的是 十亿多媒体传播的董事长 欢迎黄文德黄董 是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欢迎的十亿多媒体传播 董事总经理 欢迎丁英彪彪哥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待会我们用换个方式来走 我们让大家看到 在台湾办这么多展览的龙头公司 现在配合世界的趋势 配合观众的口味 到底应该怎么做 有什么最新的 那一样待会请大家留言加分享 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是 很特别其实都跟文创小物有关系了 这个应该算是钥匙圈 这个也算开瓶器吧 对开瓶器 是 然后这个是钥匙圈了 对 都是很有设计的感觉 也是开瓶器 也是开瓶器 对对对 开这个地方很棒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杯垫 然后这个是 茶玉的杯垫 这个是 这个是下竹丁 台中下竹丁的这个环保的餐具 对 刚刚彪哥讲下竹丁 没有想到 本来是做这个多媒体展览的公司 现在结合了老屋改造 也经营起很多地方的餐厅了 是 很精彩 我们先来看到影片 别忘了留言加分享 乐普丁这栋建物是建于昭和时代 大概1922年左右 是一栋非常格局完整的军官宿舍 我们的团队在2013年 因为台北市文化局 推动老房子文化运动 去接触到了这个建物 透过公家机关 跟民间机构的合作 让乐普丁得以重现新生 经过一年半的修复 尊重老屋的风貌 延续日式建物的严谨 以现代思维的方式 去重新呈现内部的空间 在开始修复时 团队发现当时的屋矿 百分之八十的木作都无法继续使用了 修下来的木头 我们请了台湾的艺术家 邱成红去帮我们改造并赋予新生 走进前庭会看到木雕艺术路 助力在庭园看向房舍 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意义 也象征了守护现在 展望未来 乐普丁与台湾在地食材 去结合日式法式的烹调手法 我们希望客人在一边用餐的过程当中 去欣赏枯山水庭园 然后放慢脚步去享受美食 刚才我们看到了在台北市吧 一个是乐普丁 他刚好在西门捷运站内 不是在杭州南路 古亭在那边 因为我今年年初我有去过 很特别 我觉得这原来是一个 之前好像是日本军官的宿舍改造 对不对 我记得是这样 所以你现在也跨足来做餐厅 是这样子 因为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对展览跟表演这个市场 其实影响非常大 因为展览跟表演 国际性的展览跟表演 几乎很难见到台湾来 但像我们这样的公司 当然还是得要继续活下去了 所以我们这两年 因为我们也等于整个 十一星重新在出发 所以我就邀请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多年的同学 黄文德一起加入 加入的时候我们就在思考 就是说 我们当然是在做文创产业 希望在文创产业的范围 不要脱离太远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做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思考 那也许我们可以往这个所谓的老屋的这些营运 这个方向来思考 所以第一个案子事实上其实是大道成的货柜事件 因为讲到彪哥媒体却都知道 他就是办很多很多展 对 因为我记得台湾所有的古埃及文明文物展 讲到埃及的全部是彪哥处理的 是是 我想彪哥他什么时候能力变成他也能够做老屋改造 那当然就因为有同学加入 所以两位是同学 我们是40年的同学 我们是从高雄工专的时候就一起是同学到现在 所以您是理工男 但是走文创 他也是理工男 对 只是说他走的本业比较在所谓的工程顾问这个领域 所以比较没有脱离那么远 但事实上跟念的也不大一样 对 所以因为有黄董的关系 就开始了老屋改造 是 因为我相信彪哥一定很清楚 什么地方有可能有文化的地方 然后有文化地方就会保留下来 就刚好结合您这边了 但我觉得你两位也很厉害 改造就改造还可以搞餐厅 你们也下厨当厨师吗 我们倒没有下厨当厨师 但是就请厨师来经营是这样吗 我们主要就是当时会做老屋改造 跟场地的经营也是基于说 我们希望把这个文创的因素 跟灵魂注入到那个空间里面 因为老屋的传承文化的保存 文化的修复它只是一个过程 最重要的是要文化的再造跟再生 就是文化的创生 所以创生当然它要先考虑到财务的资产率 所以经营参与是一个让财务可以得到保障的一个事 它有消费 它有消费 如果你只是办个展览 你只是做个演讲 事实上没办法支撑这个老屋的火化 因为回到彪哥所说的 现在这个展览演讲超多的 又疫情的关系会活不下去 所以它一定要转型做别的 但因为10亿来做这个事情 单独10亿来做是比较不容易 因为10亿毕竟是一个文创公司 但是因为我自己的本业是工程顾问业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老屋的再造改造的过程当中 投注我们的工程专业 去协助10亿来取得这样的空间 同时活化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这个是 我们看照片好了 这个是哪里 这个是新竹的中央路 有一个新竹州的警察部部长 的官舍 对 这个我们也是昨天才刚开始 对位正式营业 这是最新的 这是最新的 昨天才开始营业 对 新竹132粮仓 对 那配合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播出 真的大家都时间 安靠得好好的 欢迎大家音乐定位 这个可以谈一下 这个当时在 这个房子已经101年 那当时是日据时代 日据时代陶竹鸟是合成新竹州 对 那新竹州的政府呢 就在目前的新竹州厅 就是新竹市政府 那在他的护城河外面 有40几栋呢 都是官员住的宿舍 最大的当然是知事住的 那第二大的就是这个 警务部长的官邸 对 那目前这40几栋 只剩这一栋保留下来 当时原来在5年前吧 原来是准备要改建成一栋 35层的大楼 但是因为新竹的清大交大的学生 还有一些文史工作 工作者去努力把它保存下来 后来新竹市政府也投入巨石 大概花了3500万 把这里完全修复起来 那修复好之后 就交给我们10亿来经营 当然我们另外又投资了800万 经营起来 等一起经营的概念 对 等一起经营 这是另外一个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是新竹的后火车站 也在新竹 也在新竹 是两栋警察宿舍 这两栋警察宿舍以前是 其实是铁道部的宿舍 那后来就拨交给警察使用 那这里以前叫黑金钉 所以你看看它那个屋顶 都是黑色的 因为以前这里是柴油 就是蒸汽火车 是烧煤炭 然后久了 屋顶被黑了这样吗 那烧煤炭 因为停在 煤炭不容易烧起来 所以这里刚好有个机场 这个机场现在迁到 富冈基地区 所以很多的煤炭的蒸汽火车 停在这里停一个两个小时 那个煤渣就不断的往上飘 就掉在屋顶 掉到墙壁 就是 所以这个以前叫黑金钉 那现在我们 我们接手以后 就把它取名叫夏煮钉 所以这个夏煮钉 它的概念是 会让里面大家看到 原来这个地方 它的过去的一些流 一些过去的历史 然后又配合 结合了餐饮 是一个不一样的生活的方式 我们特别强调 就是这些空间 基本上除了我们做餐饮以外 我们还做测展 像这个夏煮钉 第一个摘摇是 李前堂教授的一个 古建筑的一个手稿展 然后在 刚刚中央路的一个警察官社 我们做第一档是 潘国正老师的 他的一个空中的摄影展 所以它不是只有餐饮 我们希望就是注入一些 过去实意在所谓的 测展上面的专业 所以未来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吃美食 也可以有好的展览看 甚至我们也可以 每个礼拜定期做导览 导览的活动 或是我们安排一些课程 可以让我们的市民可以来参加 所以是充分结合实意最厉害的 那个database非常多 有哪些可以展览 哪些可以演讲 哪些有特色的作品 都在餐厅里面呈现出来 这个是大道城马头货柜市集 这个我去过 脚踏车就骑过去 然后这个地方一定要进来玩一玩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地方有好多好吃的 现在这边变成是网红景点了 只要天气好的时候 非常推荐大家 如果说 当然最近一直下雨 如果说哪一天天气很好的时候 大太阳的时候 其实傍晚五点多去 非常漂亮 因为每一天的夕阳会不一样 五点多就像这个颜色 差不多 这是更晚到六七点以后 这也是目前票选十大看夕阳的景点的第一名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策划起来的 也是我们实意在进行 连包括货柜把它叫来 然后包括招商 都是我们在进行的 是的 这个算是我们的所谓的 场馆营运的第一个案子 对 还蛮开心的 因为这个地方受到非常多的民众的喜欢 这里很成功的 因为这里它可大可小 我有时候去觉得它会好不多 有时候去说 哇怎么人山人海怎么会这样 而且每一次它好像都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主题在里面 是 对 对 我们现在假日 假日的时候人潮非常多 所以在外面 你从明珍西路要进到五号水门 那个地方通常都会塞车 对 所以比较建议大家平常日的时候去 因为平常日的时候比较舒服 就人潮不会那么多 所以您说这个货柜码头 算是您经营的第一个点 那勒普丁我知道在台北已经很久了 勒普丁更早 勒普丁是八年前 但是勒普丁 他原来是历街生活经营的 那是因为在去年 去年疫情的时候 历街生活本来打算 结束这个勒普丁跟一号两长的营业 因为实在是太辛苦了 后来就是很多的学者专家觉得太可惜了 所以就找我跟彪哥 我们希望我们把它接手下来 所以我们是在去年的八月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七月份的时候把历街生活 我们就去投资历街生活 去把这个公司买下来 同时就拥有了这两个餐厅 也接受这两个餐厅的辉煌历 你们好勇敢 我们那时候真的被很多朋友笑很傻 因为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决定接手以后 事实上餐厅还不能内用 我们就决定接手 那我们其实没有想太多 觉得说这种老空间 真的要把它营运得很好 非常不容易 历街生活 过去他们张董事长 他们其实真的把这两个空间做得非常好 我们也都看在眼里 所以我们很愿意 就是说用我们微博的力量支持 对 所以很开心 就是他一直到现在 其实都很受很多民众的喜欢 那您觉得您接手之后 做了哪些不一样吗 当然过去也许比较着重在所谓餐饮上面 那我们还是特别强调 因为十一毕竟还是做展览出身 所以在这些空间里面 我们就多注入了一些元素 例如说我们在乐普丁的墙面上 这些老屋的墙面上 我们就多了一些艺术品的一些摆设 那当然这些摆设 当然一方面也可以让那个空间更有艺术感 但事实上其实也可以增加我们营收 因为这些摆设都是可以贩售的 例如像这样的一个方式 或是说我们在乐普丁这个地方 增加了一些音乐的元素 也就是说我们会固定几天的晚上 会有一些传统音乐的演出 那这些音乐的演出 加上这种所谓的日式的老房子 例如说我们偶尔也会有着 日本的三位线琴这种 他们的古乐器的演出 那在这种老房子上面 里面去做演奏的话 事实上那个气氛真的非常不一样 所以也会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欢 所以黄董我觉得这样结合是蛮好的 因为毕竟如果一个餐馆只是餐馆 它没有什么有特色的呈现 的确真的会很难经营 是 所以因为本来实意就是希望在这个空间里面 注入文创的元素 因为在空间里面如果单纯只是一个用餐行为 它事实上它是不会有记忆点的 但是我们注入了这些文创的灵魂跟活动之后 大家的记忆就会变得更丰富一点 那这个空间也会变更有机更活化 刚刚我们谈到了是二十几年来 二十四年来十亿多媒体的ING进行室 其实还有很多ING进行室 我知道好像刚好下个礼拜 我们同时已经测了四个展在台湾 我们应该是多产的展的公司 好多产 整个都出现 但我知道一个展要完成要开始 那个酝酿的时间其实非常久 那我就我知道有四个展 这四个展我们您比较想先讲哪一个 我知道有一个叫做鬼灭之刃展 跟日本人合作不容易的 普利兹新闻展展 可以这样讲 另外是奥创展 还有一个民雄鬼屋展 我们现在讲民雄鬼屋展好不好 民雄鬼屋展好像不是民雄鬼屋展 他比较不怕鬼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民雄鬼屋展是6月25号开展 好那我们现场鬼屋好了 你们好有梗 民雄鬼屋好像没有展览过吧 民雄鬼屋因为它是台湾三大鬼屋 就是我们如果上网去查就知道这个是很可怕的 在嘉义民雄 那因为各位之前都应该有看过华登出上 那个杨锦华演的 那这一次民雄鬼屋也是杨锦华小姐演的 所以准备7月份 他主演 电影 他7月份准备要上 要上档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复科所有民雄鬼屋在电影中的道具 还有这个场景 在科教馆我们做了两个馆 为什么做两个馆 因为 因为怕 怕大家太容易受伤 就吓到不行 所以 所以分两个馆 如果胆子小的就先逛一个馆就好了 然后大一点就逛两个馆 但是因为鬼屋这个在台湾本来就 就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玩 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去玩过鬼屋 鬼屋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就是它会有一个放弃门的设计 也就是你走进去之后 你可能10秒钟你觉得你是不想玩的 你可以放弃你就可以出来 这样子吗 但是你就是门票就没帮到 就没收了 通常我决定要进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都来了 我怎么可能中途放弃 给人家看笑话不可能 但是还蛮多人放弃的 因为我们的鬼屋里面是有鬼的 是真的有鬼 是公独生办的鬼 观众人办的鬼 我们过去 因为我们过去在台中办过一次鬼屋 男女生一起进去 女生被吓到哭 我们发生过男朋友打鬼的事件 你就知道那个多可怕 所以其实台湾人对这个梗 应该一直都很喜欢 鬼魅之刃 鬼魅之刃的话是 当然各位应该都看过鬼魅之刃 这个是在日本原创的一个动画 那么从漫画开始 那么鬼魅之刃的电影 无限列车片 在日本跟台湾缔造非常非常大的票房 所以日本就册了这个 鬼魅之刃的特展 全集中展 那日本是第一站 我们台湾是亚洲巡回展的第一站 所以在上一站在日本的时候 也创下很大量的人潮参观 那鬼魅之刃因为他强调的就是一个精神 就是永不放弃的一个精神 男主角去守护他的妹妹 然后守护全部的人类 就不断的去面对恶鬼的挑战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觉得在这个疫情当下 撤这个展特别有意义 对抗疫情 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 而且他把小爱化为大爱 他的同伴们可以壮烈的牺牲 只是为了要去保护人类 所以这个也很有趣 我们当时也没想到 我们在民雄鬼屋跟鬼魅之刃都在科教馆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去看 这两个应该 普罗大宗都很喜欢 因为民雄鬼屋里面有鬼 但是不要怕 因为旁边有鬼杀队 原来如此 这个更好 而且鬼魅之刃 我们除了台北以外 我们会巡回到亚洲很多的城市 那都是由十一这边来 来跟各个城市去做合作 对所以它是一个 等于是亚洲除了日本以外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巡回展 对可能要走两年的时间 不过我知道还有一个新的展 让我们看到原来其实展览跟科技可以结合 就是澳创转 它是什么样的概念 它是一个土耳其的团队 叫澳曲 那这个澳曲这个团队 事实上其实在几年前的 台北市政府的白昼之夜在南港 两年前 对两年前 有一个巨石碑 他们策划的 有一个巨石碑有件作品 非常受到瞩目 那个巨石碑因为它是一个投影 然后特别的亮眼 所以那个作品其实受到很多关注 那个作品就是澳曲这个团队 他们创作的 那我们因为看到他们很好的一个创作 所以跟他们谈了 算是他们的一个十年的回顾展 然后这十年来 它集合了非常多的作品 第一次在全世界第一次 集合了八件作品 然后就在台北华山 我们下个礼拜要做开展 那这个展览应该比较跳多 过去大家对于所谓的投影展的一个认知 因为除了Teen Lamp以外 那这几年比较多的 像范古的投影展 墨内的投影展 文艺复兴的投影展 都是比较具象的画作去做投影 那它这个澳曲这个投影展 它是比较结合AI的人工智能 加上大数据 甚至有些作品是加上5G去做创作 所以这样的一个投影出来的一个效果 其实很异次元 就好像你在看科幻片一样 对 就那个画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让你很惊艳的 所以这个展览是在 我们在下个礼拜三在华山会开始展出 这样的展览也许不是一般的观众有体验过 你说有5G 有AI 有大数据 有益次元的感觉 那真的是又另外一种结合了声光 效果 音乐呈现的一个内容 过去这几年大家可能在手机上 常常会收到很多的投影展 然后看起来很厉害的 大部分那个作品都来自于 所谓的法国巴黎的光之美术馆 那这个团队是有进到光之美术馆去做展示的 所以显然是他们这个展示的内容 是非常受到国际瞩目的 了解 再来就是一个是普利兹的摄影展 我想那个就是一张照片当中 会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的 这是一般我们传统都有体验过这种展览的方式 这个展览也许比较严肃一点 但是他内容真的是没有话说 他的内容我们从他到今年已经80周年了 所以我们这次展示他138件作品 包括今年5月出彩刚得奖的两件普利兹的得奖作品 都会放得算是全世界第一个展示的一个城市 就在台北 那这些作品因为当然他的作品 会得奖当然都是跟战争跟饥饿可能跟一些灾难 都有一些关系 所以每一件作品看了会很揪心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在这样的一个展示现场看 然后看到每一件作品 每一件作品都会说话 而且每一件作品都是经典 所以这是我个人策展30几年来 我个人最喜欢的展览 但是他在10年前已经来过台北华山 当时在70周年的时候 三个月来了17万人 所以算是一个摄影展 然后是收费的摄影展有那么多人来 这个大概是国内大概第一次 大哥我可以直白问你 每个展都赚钱吗 当然不是 现在的状况 以前应该都蛮赚的 现在可能很难讲 对以前因为早期在20几年前的时候 真正在国内做展览只有两个媒体 就中时报戏跟联合报戏 所以选择不多 你不是看中时就看联合的 大概也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而且当时听说这两个公司 因为这个展览撑起了一片天 当公司赚尽非常多 但是当时因为在那个时空环境之下 平面媒体基本上很赚钱 所以他本业很赚钱 他倒不是透过这些展览去赚钱 而是希望所谓的文化艺术推广 所以早期比较不会以盈利为思考 但是这几年当然因为本业都已经不好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像过去中时或是联合的 这个所谓的策展的部门 基本上就得要自给自足 所以也希望能够赚钱帮本业能够支撑一些 所以这个时空环境不大一样 所以彪哥的意思就是说 办展览赚钱的过往历史 现在已经很难了 已经很难一切了 您一定要多方面经营 对不对 我刚看了一下 像今天我们要送给大家的 像这样的开评器 钥匙圈 杯垫 还有些免洗餐具等等 其实都是衍生出来的周边商品 是的 这些好卖吗 利润高吗 应该这样说 就是说如果以展览的营收来看的话 当然大家可以想象 他觉得大部分的收入都靠门票的收入 门票大概占多少 比较大部分 大概有时候可能会超过50% 50%以上 但是如果在商品开发可以做得很好的话 有可能门票收入跟商品的收入 几乎到1比1 甚至他会超过门票 有没有什么商品是丢收 让你印象很深刻 我举个例子 像在08年的时候米乐画展 在历史博物馆 那次的展览来了67万人 但是他的商店营业额大概超过一点多亿 所以他几乎等于是门票的收入 应该是说他的商品收入高于门票收入 什么商品卖的那么厉害 因为那时候有来两件名画 就是米乐的《丸岛》跟《十岁》 《十岁》这件作品实在太经典了 因为大家在书本上都看过 然后竟然可以看到 在台湾可以看到的增基 所以当时只要是十岁的这件 这件作品的衍生性商品 几乎都可以卖得非常非常好 我有拿过他的马克杯 对 就类似那个概念 那时候太好卖了 他那种包包 就像这样的包包 是 这个应该是奥七爪的 下个礼拜奥七爪的包包 就是这种展览中我们都会看到 就是米乐十岁加一个哥这样子很多 对 但现在的就是这几年比较多的 就是IP类型的展览 那IP类型的展览当然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你会来看展 可能都是他的重度粉丝 比如说像海贼王 所以因此 重度粉丝来看完展之后 在卖店买所谓的展场限定的商品 它的营业额也会非常高 所以像这种比较动漫类型的 就有可能它的卖店的应该也会超过门票 我想起来了 我们十一多媒体也办过动漫展 是 我记得樱桃小丸子是你们办的 很多樱桃小丸子 就是海贼王 然后变形金刚 冰雪奇远 冰雪奇远 这些全部都是 你看这些知名的展 都是两位把它一手策划起来 创造时代的记忆 很棒 除了周边大概看到连啤酒都有了 对 这个是我们在大道城货贵市集 特别去设计的当地的啤酒 原来 那个是什么 丝巾 这个是丝巾 这个是我们跟历史博馆 这个产兰授权 然后贩售的 因为几年前在历史博馆办了一次 长玉的大展 那次的大展的商品几乎都是我们 实际去开发 也非常受到欢迎 虽然这个展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长玉实在是 是它的魅力无法挡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会一直持续的开发 这些大家喜欢的 这些艺术家的一些衍生性商品 因为毕竟一件长玉太贵了 现在几亿我们也买不起 但是可以使用它的这个 这个长玉的时间 我想应该还是会蛮开心的 其实我觉得两位这样结合 真的是非常有默契 但我又很好奇 因为刚刚彪哥有特别提到说 黄董是大概两三年前 他在加入你 已经经营了二十几年的公司 当时是借重他的建筑方面的长才 那是什么样的因缘忌讳 你是办哪个展当中 发现有了他很好用 是这样吗 或者是不能没有他 是这样吗 其实应该这样说 就是我们其实是四十年前的同学 高雄公山的同学 而且我们还是结拜兄弟 结拜兄弟 黄董因为他在他的本业 说实在真的是经营得非常好 所以这两年我们在实意比较辛苦的时候 他也依然决然觉得说那他可以支持同学 支持兄弟情 对对对 因为知道疫情不好 真的很辛苦 所以能够转型做很多的 包括我们说老屋改造 或者之类的一些议题 当时是因为哪几个案子结合在一起 那事实上其实在这么多年 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等于算是北漂 我们从南部到台北来工作 所以虽然不同领域 但是因为我们刚好有几个案子 跟可能也需要接踪到黄董他们的专业 例如说我们之前做过这个太阳马戏团 太阳马戏团也是您做的 对第一次在2008年的时候 太阳马戏团是我当时的富城 我懂了那个大帐篷需要靠 因为一个2500人的帐篷 事实上其实他不如我们想象那么的容易 他必须要透过很多的大型机具 加上一些比较上百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 这个当然是他的专业可以让他来说 所以当时太阳马戏团这样结合在一起之后 两边都有赚钱 两边都有赚钱 有加拿大跟联合报都有赚钱 我想说如果 前面也有赚一点小钱 我想说如果你们两个结合在一起 太阳马戏团没赚钱的话 你想你还敢跟彪哥合作吗 但是我们有一个案子他就赔钱 我们赚钱他赔钱 就是颠岛屋 颠岛屋 华山的颠岛屋 华山颠岛屋非常有名 可是现在已经撤掉了 但是当时 这个是实意的创意 当时我们实意也不会画这个工程图 我当时马上想到同学 所以当时我就找了 那颠岛屋的概念哪里来的 是我们实意自己同仁去发想出来的 觉得说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创造出来 但是我们就在想说 那全世界有很多的颠岛屋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台北盖一栋 那就突发奇想去想这些事情 那当然要实现 当然就必须要有工程顾问公司来帮忙画图 所以就找了全联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我知道这个非常非常辛苦 但是同学答应了没办法 所以他就只好聊下去了 连盖房子 因为他本来只是设计 后来连这个营造都由他这边来负责 所以颠岛屋这个案子 两位不是两个都赚钱 对 发生什么事 颠岛屋这样的一个模式 它的商业模式没有那么成功 它的商业模式其实很成功 它创造话题无限 对 非常好 而且也吸引全世界各主流媒体的报导 后来这个我们除了台北 高雄也盖了一栋 重庆也盖了一栋 中国重庆 对 重庆 但它的复杂是因为它的房子是颠倒过来的 所以可以看到上面大下面小 传统的英国乡村小屋是上面小下面大 反过来之后上面还有一个车库 当时在盖的时候碰到台北市最冷的冬天 天天下雨 天天下雨 还下雪 杨明山还下雪 所以当时的 因为它虽然外观是一个木构造 可是其实是用钢垢盖的 钢垢它就需要焊接 需要户外的作业 下雨它其实它就不能做 所以工程很辛苦 工程很辛苦 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这种乡村小屋 它建屋顶旁边会有雨林板 雨林板是侧着顺下来的 但是当它颠倒过来之后就变接水板 所以所有的工序都要重新设计 所有的呈现方式都要重新设计 所以当时盖这个是 第一栋盖没有学习曲线 所以盖得非常非常辛苦 没有学习曲线盖就是它原来都是边做边实验 错了我也至少吞下去的概念 对只能这样子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刚购的房子 所以它就是盖一栋别墅的意思 只是说它的工序不一样了 所以就造成很多的 例如说在能力上的 可能就会增加更多能力成本 跟材料的成本 很多是意想不到的 意想不到的 突然之间增加了很多有的没有的成本出现 对对对 虽然它觉得 我这样就不得了 对对对 不过盖第二栋就赚钱了 因为有学习曲线 对对对 那当时我想要把它拆掉这么特别的房子 因为我们使用的场地是在华山 那基本上是一个我们只是临时的租赁 因为你如果要盖一个永久建物的话 那可能那个就 那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 只是我们当时要拆觉得很可惜 因为你都已经盖好了 然后每天你就看着 每天有非常多的排队人潮 对 排了半年都一样都没有消退 对 那时候就希望 很希望说它就是一直可以盖在那里 因为对我们来讲已经没有成本了 可是合约已经签了 对 不得不 所以不得不拆掉 对所以非常可惜 不过台湾人的口味真的都尝鲜尝鲜 如果我真的再盖另外一个 可能不敢保证 是不是仍然创造排队的风潮 那当然对对 这个是台湾观众的习惯 就是说尝鲜有新鲜的 没有看过的 他可能他就会非常的想要来看 就像第一次的泰亚马戏团 为什么它可以造成14万张票房 可以在三个月前都卖完 但那票价那么贵 当时会很担心 我记得一张要三四千以上跑不掉 平均票在四千块左右 所以算是一个非常高的 票价的一个演出 但是三个月前就全部卖完 但是当过了两三年之后 第二次的太阳再来 再过两三年 他的所谓的票房的状况 就会越来越会减弱一些 黄董太阳马戏团刚刚彪哥说 那个帐篷也是您来帮忙对不对 对 那那个也是从错误当中学习吗 还是其实你很有经验在这一块 因为自从十一开始经营 这个场域场馆的业务之后 场馆的多元性就很多 那我们当然我们经营的场馆 就是各式各样的共有空间 这个共有空间就是除了刚刚主持人提到老房子之外 还有很多是聚落型的建筑物 或者是历史建筑物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在新北市 在忠孝码头边有一个三重一村 那这个三重一村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可是它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因为当时它是有六个高炮 在所谓当时的总督府 所以这个高炮阵地围绕在周边 中间就有一个庸道 是存放弹药库 跟让炮兵可以互相行走的地方 那当时也是被全区保留下来 那新北市的文化局把它修复好 总共有五十几栋的完整保留的眷村 那目前我们整个拿到这个委托案要云运20年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创意跟构想 会放在这里面 再来就是说 因为它就在中下码头的旁边 所以未来我们会希望 另外一个货柜 我们希望未来的双北市政府 可以合作 我们提出一个叫大河倡议 就是因为淡水河是台北的母亲河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渡轮 透过这个交通船 让大稻城跟中下码头之间的水路 可以缝合起来 那这个就会变得很有意义 就是未来我们到大稻城的市民 它除了在大稻城跟骑自行车之外 它也可以坐渡轮到中下码头来 到中下码头就可以去三重一村 体验所谓的眷村的文化 所以这个就是未来我们另外一种场域的一个 经营的一个模式 听黄董这样讲 我也觉得我非常exciting 你看又有文化 然后又可以看到很多实体的建筑物 场域的规划 我相信我们台湾人的生活 会因为有你们一直不断创造 有文化内涵 有生活休闲的快乐 太棒了 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影片回来之后 我们来回忆一下 这二十几年来 十亿多媒体做了哪些展览 展览当中有哪些特别的故事 我们大概在策划这样一个大型的国际特展 大概都会需要花至少一年以上的时间 那以这次达力展来说 我们大概花了两年以上的时间在筹备 策划一个展其实要花好几年的时间 那好不容易跟国际上的借展单位 借到这些作品 然后我们也不希望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轻易的放弃掉 那我觉得在策这个达力展的时候 其实最大的困难点 可能是在我们展场设计的呈现部分 因为达力它本身是一个风格很强烈 然后它的作品也是给人家很浓厚的感觉 所以我们采用的色彩也都是属于 比较饱和浓烈的 这样这次的展览里面我们也用了很多镜面反射 让大家在看画的同时也可以看到自己跟画融合在一起 然后会有走进你自己内心的感觉 其实大家想象中的策划展览 就是你们可能看到的是整个展场呈现出来的样子 我们比较像是一个专案的管理人 因为我们会要把整个展览呈现出来 它不只是展场这件事情而已 我们从前期的洽谈规划 然后到行销到售票到现场营运到商品 它整体来说是一个很庞大的专案 那策展的部分我们当然一般来说会去找 比较熟悉这个艺术家或是这些作品的学者专家 然后去跟他们沟通来去讨论 怎样的呈现可以达到一个平衡 它在艺术方面的价值跟教育是可以带给大家 因为我们很希望艺术可以成为大家的生活 是一个生活习惯 那养成看展生活习惯 整体的美学都会提升 其实我们在做展览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在 可以让更多的台湾观众可以在台湾 就可以看到国际级的艺术品 的确这个天才达力展是国际级的艺术品 说真的有时候我还看不太懂 我那个真的是天才才画得出来的东西 那这样的一个展览 我们传达什么样的讯息给来看展的观众 其实我们在七八年前已经做过一次达力的展览 那次也是在中间经验堂 非常的受到民众的喜欢 那次大概来了26万人 所以我们在经过多年之后 我们重新再跟西班牙达力期间会去借展 那作品是完全不一样 上次是以雕塑为主 这次是以油画跟板画为主 那这次但是因为又碰到疫情 所以受到一些疫情商的影响 所以也后来也延后了举办的时间 这次除了延后之外 应该免票收入有点被疫情影响到 也是被疫情影响到 对所以其实疫情对我们影响是真的非常巨大 因为毕竟对观众来讲他还是会担心 因为在一个室内的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 但是你们一定最好完全的准备 清消毒 当然当然是 但是因为展览有时候 你跟国外已经合约签订 而且都是可能都是两三年前签订 你要一直用疫情的理由去延长 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你要吞下去吗 必须吗 就必须得吞下去 因为对实际来讲 我觉得我们在国际上策展这方面的信誉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也不会轻易去改变了合约的内容 或者说轻易就放弃说我们不做 不过你眼光很精准 真的觉得可以的 你才会跟他们合作 但现在也不敢这么说 因为现在这几年真的很辛苦 这些很多展览本来看好 也吞了很多次 真的吞了很多次 这个心酸我们就不用讲太多了 心酸就有老板才知道了 不过讲到很多成功的展 我知道彪哥是埃及方面非常有名的 台湾人超喜欢埃及 而且那个埃及是每年都有 而且好几年了 应该这样说 对我来讲 我个人我觉得我很开心 我曾经在台湾做过四大国文明展 如果观众知道的话 四大国文明展就是埃及 中国 印度 跟美所不达民养 这四个我们都很好奇 都很好奇 这四个主题其实在台湾都曾经做过 都已经曾经做过这四个展 那这四个展 首先您觉得这四个展谁的人数最多 我猜应该是埃及 你猜是埃及对不对 但如果用人数记录的话 是中国的木乃伊的 冰马用的展览 中国的冰马用 对在2000年的时候 它创造105万人 是一个记录 但是如果说延续 就是说过几年之后再做过一次的展览 其实埃及但是一直是不败的一个主题 大家对冰马用比较腻了这样吗 也不知道 就是如果依照冰马用在台湾的记录 过去曾经做过三次 它人数是一直在下降 但是在木乃伊这样的一个主题 埃及的主题上 事实上它都一直受 还是维持一个蛮高的参观的人数 所以我们觉得台湾观众喜欢看木乃伊 这个应该是 我想应该也不是只有台湾观众 其实木乃伊在很多国际上各的城市 其实都是很受欢迎的 如果我是你加入10亿多媒体之后 我一定会想办法创造更多的蓝海商业模式 动漫展这几年每一场其实只要主题对 基本上应该都还有商业利润吗 动漫展有 有 像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接下来下个礼拜的这个鬼灭之刃 这应该也是期待很久了 我记得以前包括像ELSA 这个冰雪奇缘 那个小女孩一定要买好几件那个蓬蓬裙 然后连衣服到处都是ELSA的样子 我想动漫展应该一直以来 我知道您做过ELSA的冰雪奇缘做过海贼王做过樱桃小丸子 是 的确因为像这一次我们也对鬼灭之刃的这个展览 我们也认为 很期待 很期待 因为尤其是它的商品 就是刚刚彪哥也讲 就是始终的粉丝 他看完展他还要带走商品 而且那个利润才是真正高的地方 对 那个其实是利润就是多出来的利润 那过去的樱桃小丸子还有这个海贼王 我们的商品 尤其还有那个冰雪奇缘商品也都是卖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经典人物就是百年不败 百年不败 这些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IP的主题 所以应该在台湾几乎大家想象得到的所有的IP展 几乎都已经做过一遍 当然不是全部都是实际做 那实际代表会挑选一些我们认为比较受欢迎的一些主题 而且海贼王那种基本上争取起来也都非常非常不容易 因为这些所谓的日本强势的IP 事实上他们在所谓的洽谈合作上面 事实上他们的规格也是非常高的 怎么说 就是说他的要求就会比较多 我举一个例子 像第一次的海贼王 过去我们要举办一个IP展的话 当然你找到授权的公司洽谈好 也许条件谈好之后他就把这个展览就卖给你 但是像第一次的海贼王 因为他是原化的展览 也就是说作者本身 韦田荣养自己兼修的一个展览 所以他们对于整个要移动 从日本移动到国外去 他是非常非常的细心的 所以因此当时他是在台湾选择一家公共公司 先做整个台湾的这个展览的市场调查 了解就是这个在台湾适合在哪个城市办 然后在什么样的时间办会最好 然后有哪些有能力可以把展览办好的公司 当他搜寻完之后一遍之后 他挑选了两家公司 然后再由这两家公司来提案 就是我们邀请你来提案 就是说要合作海贼王 请你们提出提案计划来 所以他在一切所有的合作的过程里面 不是想像的就是谈好之后 谈好价钱就好 因为毕竟海贼王是一个很famous的IP 他的姿态当然是高很高 但是都想要极力想跟他将取合作 对所以一个海贼王 可能大家对我们测一个展览的成本 不是太大概念 但是一个展览 一个海贼王这样一个展览 他花的成本大概上亿元 时间成本兼人力成本 对就整个成本是上亿 制作成本 台币上亿 那各位你想想看 就是说如果今天是一亿元的成本的话 一张门票平均300块的话 你就要30万人才能打平 对 好在没有赞助跟商品的前提底下 当然这个像海贼王这种 他因为他都会在现场做所谓的展场限定 例如说他台北站 他就台北限定的这些商品 这商品都是会让很多的重度粉丝 非常非常的愿意花钱去买的 所以在像海贼王这种展览 他基本上他在所谓的商品的营收上面 对 可能就会非常非常的高 商品的营收模型车会更厉害 是 对 Domica科的这个车子 这个车子 这个展览很有趣 这个展览其实是50周年的博览会 就是日本每年都会办Domica小气车博览会 可是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日本 但是因为日本的疫情去年 前年比较严重 所以50周年博览会 他就移到我们台湾来办 跟小朋友骑这个模型车 这是现场好玩的 其实那个是现场好玩的 对 我们其实在展示这些模型车 还有飞机也有 对 但是因为这个展很有趣 我们做了很多亲子的互动 所以我们很多的家长带小朋友去 我们后来看家长的反应 就是说互相留言说 这个展实在太邪恶了 为什么 要叫家长管好你的钱 我们里面有很多站的游戏 像刚刚那个车子是让小朋友开的 还有一些什么钓鱼 还有一些让他们做车子的一些活动 是 那个都是要另外买点券 每一个项目要额外收费 对 我们入场的门票很低 但是买点券可能花的钱是超过 这是另外一种商业模式的方式 因为我们明明知道小朋友来 其实就是要来体验来玩的 所以我们门票没有收很高 对 小朋友可以玩N次 对 他可以每个礼拜多来 这个展也不是只有小朋友来 有很多大人他们是有收藏TOMICA的习惯 所以在现场大人的消费力都更强 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我们每一万张票 就设定一款小汽车 这是整场限定的 是 那这一万张票卖完 就下一款的又出来了 所以有的大人是来了五次 为了收集完 收集五部不同的车辆 十一多媒体其实故事讲不完 表哥我知道你还办了很多演唱会 对不对 我们想看之前演唱会的剪影 这个是三大男高音卡列拉斯的告别演唱会 是 当时我们是坐在台中的一个户外的体育场 所以真的非常感动 因为我们可以邀请到三大男高音 可以在台湾 举办一场他的告别演唱会 对 非常有意义 因为卡列拉斯过去非常多次到台湾来 也非常受到月迷的喜爱 对 那我们所以就特别去策划这个展 巴黎风马秀是上空秀的 对不对 是的 那个当时也是很荒 很荒的 其实巴黎风马秀来了两次 那这个我们在策划的过程也非常有趣 因为它毕竟它是上空秀 那过去比较没有这方面经验 所以在整个申请的过程 也有很多的波折 因为它毕竟是上空秀 因为不能够太过于 青春太大吗 因为台湾的法令没有那么的清楚 所以其实它在认定上面 其实就会比较 有一些模糊的空间 但一定是做第一位才可以突破这个限制 但是事实上其实这是一个 国际级的一个非常时尚的秀 所以大家可能有些人会把它误以为 它就是一个低俗的脱衣舞秀 那事实上其实它的落差